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幼儿透过长期的这样的心情的农物 然后体验到人跟自然的互贵共生 然后蒙着对农人跟乡土的关怀跟尊重 我们收割之后除了一部分做我们的米食料理之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义卖 然后有一些收益来关怀我们社区的一些老人 然后也透过幼儿跟老人的互动 然后产生情感的连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